在題目這裡 它說α和β 都是二次方程的根 我們要計算這件事 凡是這類的題目 你看到α和β 和二次方程 你都會想起我們是知道根之和 即是α加β是等於什麼 我們學過的那條式是等於-b除以a 什麼是b呢?b就是x的係數 在這裡即是正三 a就是x二次的係數 即是2 所以負什麼除以什麼就是負3除以2 同樣道理 我們也知道根之積是什麼 根之積和係數的關係就是c除以a c在這裡就是常數 即是負5 a就是剛剛那個是2 所以α和β就是負5除以2 當我們有這些材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向著我們的目標計算 我們的目標是計算到 α2次加3 αβ再加β2次 在這裡 凡是處理α2次和β2次 我們便想到初中學過的行等式 如果我可以將它變成α2次加2αβ加β2次 我們便可以將它變成括弧α加β2次 就可以用到這個數值 所以我就要在這裡有2αβ加2αβ 但我不可以無故改變數值 我要令它和上面一樣 所以加2αβ要加多少才會等於3αβ呢 就是加1αβ 這是其中一個可以接受的寫法 或者你寫加2αβ減2αβ 再抄這個 你合起來都會變成加1αβ 那頭3個項 特地組成的樣子 就是將它變成括弧α加β的平方 後面就是αβ 那我終於用我有的元件 α加β和αβ 去表達這個數值 就可以把它換成一些數字 這個剛才我們的分析是-3 over 2 後面的根支值是-5 over 2 就會變成9除以4 然後再減5除以2 上下乘2 通份母之後就會計算是-1除以4 所以答案就是-4分1